每天开场就这一句话 玩好朋友们 我今天又来了 那个那个 咱们家今天的这期节目标题呢 已经很明确的给大家写上了 千万别买 大事故车 但是这期节目呢 我在制作之前 我心里就有数 咱们家听友一定是有人买过这种车的 多多少少嘛 因为听友还是不少的嘛 所以说您听完了这期故事呢 千万别往心里去 这跟您生活是挂不上钩的 这就是个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老吓人了 咱们同时也通过这个故事 也特别警示给大家 准备买交通工具的小伙伴 比如说出过恶性事故的 就是造成死亡的 什么单车机车汽车呀 当然了 你要有能力买飞机坦克的话 你也都得注意 尤其凡是这种出过人命的交通工具 可千万小心着点 你要是觉得我说的这是无稽之谈呢 那您就听接下来的这个故事 您来听听这听友怎么跟咱说的 他当初也是不听朋友劝告 买了这么一辆特别便宜的 还是比较高档的这么一辆车 然后出了什么吓人的事了 今天咱们分享故事这朋友啊 叫小新 还是个大城市的人 地儿咱就不说了 没用 关键听这个故事 说话这故事咱得从七八年前说起 也就是说应该是1314年那会儿吧 咱们这朋友小新呢 当时帮着社会上的某老板 或者是某大哥 刀腾了这么一批啊 好像是废旧钢材类的东西 也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渠道 赚了这么一笔小钱 有多少钱呢 大概有这么二十二三万 但是大家一听我介绍小新 这会儿好多朋友已经明白了 看来这小新呢 是个社会人 身上纹了一身花 全身穿着那种名牌什么的 到哪挺招摇撞骗的 出炸社会嘛 没有办法 出来会没身形头是不行的 所以说小新得着钱之后呢 他当时脑子里最注重的 就是外部这身形头了 当时是拿到钱之后 七夸插到商场里 是给身上的形头 就是两三套的置换 能怎么高档 我这么高档上打的 因为希望还能接到更大的生意 在江湖上跑的人呢 好多都是这样的 然后小新把钱呢 该还的还 该给女朋友的 给女朋友 整合完了之后 剩到手里 还剩这么十四五六万 拿着这十四五六万 小新就在琢磨呀 我得买车呀 这说话都二十六七了 而且在社会上跑 人家哪个大哥没个车呀 这谈生意都谈不了啊 因为这上面的钱 是绝对不能省的 没个车 没个门面 这以后怎么谈 更高端的生意 小新当时就挠头了 哎呀 这十几万当时那个年代 国产车还不是说这么盛行了 基本上都是合资车和进口车 而且国产车还没有出到这么高端 这该怎么办呢 买辆十多半的丰田 这不行啊 不靠谱啊 没面啊 小新就开始 打起烂七八糟的主意了 一下子就联系到了身边几个哥们 都是卖车的 给小新介绍了不少的二手车 行形色色的都有 七八年前的宝马 十来年前的奔驰 小新也都看过 价格都不高 小新都买得起 但是说句实话 小新必定是个年轻人 还是追求时尚的 也就是说呢 对于一些老款车 或者是太陈旧的车 小新内心是无法接受的 并且手里就这俩钱 可是总想往上挪 能尽量买的高端点 高端点 找了可能大概得有三十多天吧 当时找的最瞧得上眼的是一辆A6 这A6啊 是七年的A6 小新当时的钱 还得找人借点 还差点 而且这辆A6呢 好像是银行退下来的 小新当时其实 他说我都快要付款了 忽然间的这么一天晚上 接到了另外的一个小伙伴的电话 这电话当时是这么说的 喂 星哥 听说最近找车呢是吧 哎 你别烂瞒啊 你这车我给你办了 我给你负责 我一哥们 在大兴那边有个大车厂 什么车都有 你到他那儿 你才知道什么是低价车呢 你这样 我听说你要拿 蹲在那A6是吧 你先别拿那车 明儿我接你去 我带你瞧眼睛 其实小新当时接电话就知道 给他打电话的哥们 平时在圈里就是个鸡贼 什么是鸡贼啊 北京话 就是说 到哪儿拿嘴忽悠 吃饭不买单 逃单 特才迷特自私的这么个人 按常理说 小新是不应该相信他的 但此时的小新走投无路啊 因为他明天提那辆A6 还得找别人拆对两万呢 心里还是有些不舍得的 再加上这小子话说的特别满 小新觉得不行 明儿跟他瞧一眼去吧 就这样 在电话里就答应了人家 哥俩大概是转过天来 下午一点钟见了面 开车奔着大兴 所谓的那个大停车厂 就去了 小新到了这间停车厂之后啊 大老远的看就是个破大院 老破的了 那会儿的大兴还没现在怎么发达了 然后呢 小新就跟着这朋友开车 进了这间停车厂 进去之后小新傻了 哎呦我的妈呦 虽说这停车厂啊 特别陈旧 但是四处是摆满了汽车 这些车是参差不齐 有德国车 有日本车 也有一些特别低端的国产车 但是小新懂车呀 最近天天什么都不干就研究这玩意了 在小新的视野中发现呢 有些位置放的那些车 我的天哪 这可是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高端车 我跟您这么说吧 小新说我进到那车厂里边都看见小牛了 小牛是啥可能有朋友不知道 就是兰波基尼的一个低配款式 也就是说这车厂的老板 看来他这哥们没胡说八道 还是有点实力的 小新这会认真起来了 下车之后就开始问这哥们 你们这老板在哪呢 哥们马上跑到里边办公室 就把老板叫出来 等于跟小新就这么对接上了 接下来啊 就只是听这个 五十多岁的光头大老板 给小新胡走了 哎呦 哥俩来了是吧 你是蹲子的朋友 我听他说了 找什么车呀哥们 没事啊 有什么事你跟哥说 哥都给你办了 咱们这车便宜 全部都配合你上牌 没任何的问题 都自个人 价格呢你看着办 都咱都外边跑的 咱们之间呢 你别让哥哥赔太多了 这车我就给你 我听蹲子说你 说这天要买什么A6是吗 是银行退下来的是吗 那车不行呢 那公家车往死里跑 你怎么能买他们手里的车呢 还有你这岁数开A6不合适啊兄弟 好家伙 这番大白虎给小新看啥了 再加上人家老板的确有实力啊 这整个车厂里边一二百辆车了 小新一下就觉得 看来这回是找着刀等车的真大哥了 得了吧 大哥只要给的价合适 我就搁他这提了 小新当天在下午呀 经过了一番挑选 当时看中了一辆白色的宝马车 十辆宝马三系非常不错 小新是一眼就打上了 而且这辆车还改装过 整体的轮毂 还有里边所有的一些配置 全部都动过 怎么瞧怎么就是顺眼 并且呢 更牛的是什么呢 这辆车才五万来公里 不到六年的车龄 大家应该知道 几年前宝马三系的价格 小新手里这点钱是绝对买不起的 当时特不好意思问大哥 哥 我呀 手里边钱不是说怎么宽裕 这三系多少钱呢 你知道人家大哥回的什么吗 哥们 没事 你跟我这 你告诉我你有多少钱 你不行先欠着 你先开走 都没关系 你告诉你有你有多少钱 你准备打算出多少钱 哈哈 您看这社会大哥这多敞亮了 不过咱们小新也实在 手里那十来万呢 自己抹掉两万 直接告诉大哥 我 就十三万多 您您您您您您看 这车 能行吗 小新心里边明白 这价格根本猫不动 可是万万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大哥 当时眼睛眨眨眨眨 转过头 以回去查账为理由走了 大概每个两三分钟 就从办公室里跑出来了 跑到小新旁边 直接告诉小新 我看了一下账本 哥们 十三万多 咱说实话 我得赔三万多 不过呢 有蹲着在这 你这样 咱俩交个朋友 以后有事了 什么的 我也不跟你客气 也跟你粘运 然后你请我吃顿大餐 晚上咱唱个歌去 这车我就给你了 咱一切就都看着墩子 哎呀 小新这么一听啊 太好了 这不天上掉宝贝吗 这里边汽车银响 那一套都得值一万多 就这么着啊 小新直接当天就欠了合同 付了钱 转天就把车提走了 并且也按照大哥说的 带着大哥吃了一顿饭 晚上又找了个歌厅唱的歌 别提哥几个混的 多开心了 可是 这接下来 本以为如获至宝的小新 可就要开始出事了 这车提走了 换谁谁提走车 第一件事干嘛呀 并不是开出去先炫耀去 尤其是二手车 得先送洗车厂 清理去 您别看小新是个社会上混的 卫生上特别讲究 人特别细致 尤其是有买回来这么一个宝贝车 小新就恨不得呀 花二百块钱洗车费才好了 我给吃车呀 整个洗成新的 可就在洗车的这天 就出事了 洗车师傅呀 也是负责 小新当时出的是高价 告诉人师傅 你把里边的细节所有的位置都给我抠色干净 有一点脏的都不行 但是钱我能给您给足了 师傅一看着喝 这大客户就认真起来了 可是这师傅擦到方向盘的时候 出了点问题 这问题您看我轻描淡写的 这问题可不小呢 擦到方向盘的位置 好像是把方向盘的外套什么的摘下来 里边得深度的擦 包括方向盘 当时好像小新是要求人家要摘下来擦的 结果呀 擦到这方向盘里边的时候 拿这布擦上去之后 就只见这布上全是铜锈 黄了巴唧 红了巴唧 特别的奇怪 师傅当时一边擦着 一边嘴里边就嘟囔着 哎呀 这方向盘里边怎么 这浸过水是这么回事 怎么里边 怎么修啊 说完这句话 师傅就把这擦脏的布放水里头 我的天哪 这一头坏了 那里边根本就不是锈 一旦那些脏东西沾了水之后 全变成了淡红色 小新站在边上 心里边就已经掺有了 坏了 这 这车出过事 怎么方向盘里边 擦出来这些脏东西 像雪呀 有点像那雪嘎巴塞的 可是 这小新当时啊 有点开始自己骗自己了 第一 把这车退回去 嫌麻烦 第二 这车实在太有面子了 本心上也不想退回去 还有就是 还有跟老板的面子在那放着 所以这事呢 小新强制自己 没往那方面想 当时想的是 顶不计是不是留了什么菜摊什么的 我别想多了 就这样了 等于发现了 这车方向盘里边残留着血迹 但从小新心里把这事屏蔽了 这事就这么着 过去了 然后再往后边啊 这车小新就开回家了 后边咱都忽略不讲了 没意思了 你要信着讲 三级都讲不完 小新就开始 开着这辆车是招摇撞骗 给朋友是 能给谁显背就给谁显背 我可买了宝马车了 大概过了可能得有这么十多天吧 这天晚上 算是买回这辆车第一次出事的 晚上大概是十点多钟 小新把车停回地库之后就回家了 到家一开门一看 嘿 怎么自己女朋友不在家呢 小新当时这火 蹦就起来了 又出去玩了 又上外边疯了 男人嘛 谁乐意让自己媳妇天天上外跑啊 小新是马上就急眼了 抄起电话就给女朋友那边打过去了 女朋友一接电话在里边 反正知道自己做错事了 跟小新挺温柔的 你都到家了 你不是说今天回来晚吗 所以我跟姐妹出去吃东西了 不过我现在都到楼下了 你到家 哎 这话就说到这 小新就把电话给挂了 脾气上来了 这会儿小新就坐在客厅里边 是等着媳妇回来之后跟她闹的 但是等了大概十五分钟吧 小新坐在客厅那抽着烟看着电视 这堵着气等着女朋友回来呢 忽然听见 这他们家小区楼道里边传来尖叫声音 这声音一听就是自己的女朋友 一边哭一边喊着 小新 开门 小新 当时别提多吓人了 自己女朋友就好像被什么 什么坏人歹徒追死的 这女朋友在外边都湿得太了 小新马上这一看怎么回事啊 起事就要给女朋友开门去 门手刚拉开 女朋友在外边已经砸上了 砸门湿的那个响哦 这会儿小新都有点怂了 把门打开之后 只见自己女朋友吓得那个 脸上的妆都哭花了 人也不成样子了 直接一下扑到小新怀里 转头一下把门就给关上了 然后开始对着猫眼向外边瞧着 小新一瞧着怎么了 你 你有毛病吧 出什么事了 有人追你是吗 说着话伸手边上 小新还抄了个花瓶 但是媳妇已经说不了话了 哭的是特别的严重 后边哄了半天呢 这她媳妇给小新 讲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 小新听完 傻了 原来她媳妇并不是让歹徒给追了 是刚才呀 她媳妇已经走到小区 才接着小新的电话 然后她媳妇当时听见 小新那边有电台的声音 实际上小新看电视了 她媳妇就误会 小新这会儿还在车上坐着呢 因为小新刚买的车 前两天呢 老在车上坐着等媳妇 新鲜吧 对这辆车 等于也不知道这傻姑娘是怎么想的 她认为老公在地库里等着她了 就奔着地库去了 打捞远的 就看到了自己家这辆车的侧窗 没错 小新还真在里边坐着 她媳妇说呀 那玻璃值挺黑的 但是看不清里边是谁 可是这是自己家的车 这主驾驶上坐着个人 那不一定就是小新吗 就高高兴兴朝着这辆车就跑过去 一边跑着嘴里还喊着宝贝呢 可是敢等她媳妇到了这车窗边上 往里边离近了仔细这一瞧 差点吓死了 只见车里边坐着一个根本不认识的男的 双手把着方向盘 满脸的伤口 脸上就没有一个地儿是好地儿的 更让人可怕的是 她媳妇说这男的额头上面开了个大口子 那口子得有十几厘米长 里边的组织都翻出来 她媳妇偏说自己瞧的是清清楚楚 你车里就坐着这么一个人 当时她媳妇就下风了 然后开始掉头就往小新家的楼上跑 小新家虽说住的是高层 但是呢 她是住在高层的四楼的 等于不用坐电梯走楼梯就能到家 媳妇当时是奔着电梯跑的 几次回头发现那男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车里出来了 在后边跟着她呢 一直跟她保持个二三十米的距离 身上穿着一个靠蓝色的衣服 下边看不清楚 脸上满是鲜血 就远远的处在那儿站着 瞪着的呢 你想想 要换座您还等电梯吗 直接这一口气 跑到旁边的扶梯 楼梯间就直接跑回家来了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跑到楼道里 惊声尖叫的声音 小新这不就给她开门了吗 哎呀 我当时问小新了 我说小新呢 我说你这是不是你媳妇没说辞了 怕你跟她闹了 她编的 小新说我自己女朋友我不知道吗 她是不是编的 我们俩现在都结婚了 我能不清楚她怎么回事吗 就那天晚上她从楼道里跑回来 吓疯了的那个样子 你就十年电影学院经验也表演不出来 绝对是真的凯哥 她绝对不是表演的 因为这件事后边好长一段时间 媳妇都缓不上来 而且大家别忘了 小新那辆车成了她媳妇的心理障碍了 我不管你什么宝马三系 什么六系八系 老公 你说出大天来 你这车我绝对不坐了 而且俩人是好长一段时间是持续因为这辆汽车吵架 她媳妇认为小新一定要快速卖掉这辆车 这车有毛病 但小新没跟她媳妇说过擦车室出的那些事 要把那些事告她媳妇 完了 那俩人也不会现在结婚了 早打疯了 合着小新就经过这件事之后啊 买的这辆车成她一个心病了 她自己也害怕呀 你想她媳妇都说这话了 小新每天尤其是晚上回家 把车开到这漆黑的停车场里边 她说我自己也肝颤了 本身擦车时就擦出血来了 我媳妇又说有个满脸鲜血的人坐里边 你说 凯克我得多大心理压力啊 合着就这么着啊 这车还是得这么开着 小新的日子也是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 车成了两口子真正的心理负担了 等到了后边又过了这么小一个月吧 逐渐的小新也适应 之前媳妇身上发生的那些事 慢慢也忘在脑后边了 再加上小新又接了新项目 天天跑得特别忙 所以说呢就顾不上这些事了 而且自己经常在想啊 我车挺好的没别的事啊 除了有时候里边有点响动以外没毛病 我媳妇应该就是看错了 可是啊没这么太平 一个来月过去之后 忽然间一天晚上 这一天晚上小新本人遇上事了 不过要不是因为这次啊 遇上这件事 小新也不会把这辆车给卖了 而且也不知道自己 到底上了多大的当呢 这事咱得啊 从三十多天之后 这么一天 小新开着这辆车来到河北省的霸州 开始说起 这天晚上小新等于是跟着朋友 大概七点多钟开车到的霸州 霸州那边有个工程 好像是跟北京这边某公司企业有联系的 小新当时接的是他的土方的生意 当然不是小新自己一个人接的 是跟着大哥接的 跟着大哥呢 来到霸州之后呢 好像这边的乙方呢 要请小新他们吃饭 大概七点多钟 把车停好了之后 就跟着老板吃饭去了 由于当时呢 那个吃饭的酒楼门口啊 没什么车位 等于小新的车呢 就停到了对面老板的自己一个工地里边了 跟着酒楼是一步之遥 离得特别近 吃饭大概吃到了八点半左右吧 个儿几个都喝舒服了 然后老板呢抽着半截烟 发现自己带的这滑子没了 其实按照当时来讲呢 人家霸州这边老板准备烟了 但这老板抽不上 这烟呢 他不习惯 小新您别忘了 得跟着大哥混呢 小新当时呢 就是处于客气礼貌 告诉大哥说 哥我给你拿去 你别管了 在车上往里还一海两条呢 大哥其实阻拦小新了 没事没事 抽就完了 但小新献殷勤 拿着车钥匙 就奔对面工地那车里边 拿烟去了 走出了酒楼 奔着工地 就跳过马路之后 就奔着工地去了 到了工地里之后 小新说 一进这个工地那大铁门之后 就看见自己车边站着个人 当时真没多想 就感觉应该是里边的工人 穿的破一烂衫的背对着我 上身一个靠蓝色的夹克 下边一个灰色的裤子 脚底下貌似没穿鞋 或者是穿着拖鞋 小新没看清楚 按照干活工地的工人 现在都八点都下班了 就算光着脚在那站着 也是正常的 工人嘛 这是人家的休息区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呢 小新当时觉得不高兴的是什么呢 那人站的车站得太近了 大概距离有个这么 四五十厘米的距离吧 小新当时在想 这是干嘛的这是 然后也没说话 朝着自己车就走过去 然后一摁电钥匙 车嘚嘚一响 等于就把车给开开了 但此时这人还是背对着小新站着 没有任何的理会 就好像小新不存在似的 那么接下来 小新这会儿的想法就变了 他想看看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算是诚心找茬吧 就跑到前面驾驶门去了 其实根本不用去驾驶门 腌在后备箱呢 但那人离着驾驶门特别近 一开门一定会打着那人的 所以说小新呢 走到那人旁边就说了一句话 哎哥们 老假那个拿个东西 要正常人听见 人家车主说这话 是不是得往侧面挪呀 但这人啊 跟木头桩子一样 储那就不动魂了 嘿小新这会儿一想喝 这是干嘛的呀 这会儿小新就有所准备了 感觉事情并没有想的这么简单 这是不是找麻烦呢 小新往后退了半步 然后就说话了 哥们 这我的车我拿东西了 你在这干嘛了 说着话 小新这手也伸过去了 就碰了那人一下 小新说我这一碰啊 我的天哪 这人身上跟铁做的似的 全是硬的 根本推不动 这触感摸起来就不是个活人 就感觉像是个塑料人 拿个钢钉子穿在这 地面上塞的 这会儿小新觉得不对了 此时这人到现在还没转过头来了 小新就开始往后开始退了 刚又往后退了这么两步吧 这人忽然间就转头了 哎呦我的妈呀 差点把小新活活吓死了 这人转过头来啊 整个脑袋上面的上头皮是掀着的 满脸都是血 脸上是乱七八糟的 小新根本拿语言形容不了了 一下子把小新吓得 一屁股就坐地上 坐到地上之后 那人就死死的盯着小新 小新就开始往后爬 没爬了几下 直接就昏倒了 赶到小新醒来之后 已经在坝州的什么人民医院里边待着 老板都懵了 兄弟啊 怎么回事啊 这拿了盒烟 把车门开开 开着个半辣车门 你怎么躺地 晕倒了呀 喝大了 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把小新送到医院 医生检查说没事就是睡着了 谁知道他遇上这事的呀 小新醒来反应过来之后 揉了揉眼 这才明白 哦 得救了 在医院里了 再一瞧站他边上的是大哥 小新这才缓过时来开始说话了 哥呀 我遇上鬼了 我 我不是喝多了 我那车闹鬼 完了 平时的面子 所有的一切 全崩了 小新把自己的事全盘拖出 全告诉大哥了 自己买车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怎么图的便宜 怎么买的这辆车 擦车的时候怎么擦出血来的 还有他媳妇之前是怎么瞧见的 乃至到刚刚发生的一幕 所有细节 给大哥讲了二十多分钟 大哥这一听 兄弟 我问你 你当天就擦出血来了 为什么不把这车给人送回去 你太年轻了 能这么便宜卖给你这辆车 我告诉你 我就不愿意多说 我今年四十七了 玩车玩这么多年了 你这车 我坐进去就带着一股斐气 这里边所有的改装零件 我总感觉不对劲 从你这车买回来 从面上一看我就知道这车洗过澡换过气 你这车呀 你是买了大事故车了 你呀 什么都别干 赶快开车 回北京 给他退了去吧 晚上好朋友们 跟大家要见面了 今儿这期节目呀 咱们给大家说校园的故事 因为呢 好久没有照顾咱们家的学生党们的听友了 好多学生党的听友们都说 我们是学生 我们还是爱听学校里的故事 因为最近我看了一下咱们专辑的更新 好多期都没有学校来了 其实说实话 我好长一段之前呢 经常做学校类的故事 但是最近我刻意把校园类的给绕开了 我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 所以这不 马上就给大家开始录制了 今儿应该算得上是一期校园类合集 里边收录了好几件关于校园的故事 全部是发生在学校里的 听完之后啊 千万别影响了学习同学们 因为呢 您在校园里边 是遇不到这些怪事的 那咱们接下来啊 就长话短说 直接给大家讲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 这故事啊 它是由一个小卖部引发的 它这小卖部是在学校里边建立的 但是我想了半天 不知道怎么给咱们这期小卖部的故事起名字 我昨晚半天 干脆咱们就叫学校里的恐怖小卖部吧 这故事啊 是发生在山东的 山东一个特别大的大城市 等于算得上是山东省的顶尖大了 那咱不用说是哪了 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咱们故事这朋友啊 人家把真名都说了 我问了他半天 我是说真名行吗 他说他不怕 咱这故事这哥们名字叫何亮 何亮的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他上初中时候的 由于他说 小学那会儿啊 家里管学习盯得特别严 考初中的时候自己一不小心 考上了一所特别高端的初中 他们的学校应该能算得上 他们这座城市数一数二的了 不但大 里边设施也完善 可是大家别为他高兴 到了高中 咱那哥们就考脱了 就跑到三等学校去了 上初中的何亮啊 当时来到学校里边呢 根本没注意 自己学校操场最左边的位置 有一片破平房 他说我根本没注意那边 我就知道那边挺破的 和我们学校格格不入 平时放着一些破桌椅啊 学校可能是干活用的一些破工具 什么的 但是到了后边在学校里边 上了有这么一个多月 跟老师同学们都熟了 我们学校里边就有人传过 传什么呢 说操场左边那片破平房啊 千万别去 说那破平房里边闹鬼 但何亮小时候不信这些东西 也不在乎 但是还是害怕 的确自己呢 也很少接近那块地界 大概第一学期就这么平稳的度过了 放完假回来学校之后 何亮发现学校产生了一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当初那四五间破平房的位置 让学校给整修了 修得特别漂亮 像是修了个小花园似的 但是这小花园里边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地方 何亮说我看不懂 整个小花园的建筑风格偏中式化 就是传统中国的那种庭院式的小花园 花园不大 里边学校预留了几间房子 明显是要作为商负的 可是啊 这整个小花园的广场上面立着一个雕像 这雕像可就奇怪了 长得凶神恶煞的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到现在何亮也弄不清楚 但是瞪着两个牛眼 就跟咱们那门神 上面那形象差不多的 雕像虽然不大 但是非常醒目 和周边的设施格格不入 而且这雕像 学校明显是下了大功夫的 就到这开始 同学们就开始乱传了 看到了吗 学校要是不知道那点地儿 有什么邪乎事出现 那能在那修个神站呢 知道那是什么吗 那是钟馗呀 那是正轨的 那点地儿 曾经出过人民案 我是听咱们老师说的 这种七言八语的话 在学校里边是传得非常多的 再过了些日子 大概 过了有这么十来天吧 忽然间一天早上放学 何亮发现 哎 这学校小花园那边多了个小卖部 而且这小卖部啊 还挺漂亮的 里边卖各种好吃的吃的 而且好像小卖部旁边还连着一个小食堂 卖早餐什么的 还有一些学生运的用品什么 这小卖部一下子就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 大家本来就对这新修的花园好奇 所以说全被这小卖部给吸引去了 咱们接下来整个故事 也就是从这个新的小卖部引发的 那么为什么说是因为这小卖部引发的呢 因为那点地界没有学生们愿意去 要不是因为那小卖部 大家没事上那干什么去 可是后来这小卖部营业之后 发现里边卖的东西是种类又多 又好吃又好玩的 每天下了课 尤其到了中午晚上 那小卖部天天围着人 时间长了 那小卖部身居的花园 成了同学们的据点了 老板天天笑得乐开花呀 哎呦 这房子我多少钱承包过来的都值了 这一个月就能把一年房租攥出来 估计老板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可是这好景是不成的 何亮记得这小卖部火了 也就是一个半月左右吧 忽然间那一天 小卖部就没人去了 这小卖部啊 是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 学校同共一千多人的学校 80%都在这小卖部买东西 可忽然间呢 就这么两三天的光景 不知道为啥 再也没人了 每次你在达老远的看那小卖部 熙熙攘攘的有这么三四个人 到头了 那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忽然间就没人去了呢 那咱得问何亮呢 那您来听听何亮 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们学校啊 忽然间有这么一天 这事就闹大了 我们应该是五点半放学 放学之后呢 有那不太好的同学吧 几个人呢 就先去这小卖部买了点吃的 就跑到这花园后边 也不叫假山 堆着这么一堆破石头 在那放着 那石头后边有片大控厂 控厂里边 还是马放着 好多吃钱的杂物 这些学生呢 一个男同学 带着两个女同学 后来又来了 两个男同学 两个女同学 和这几个人 跑学校后边聚会去了 应该是当时啊 偷摸搞对象 谈恋爱什么的 咱也不知道 那天是怎么回事 几个人其实 上学校门口花园玩去 不就完了吗 在那一待 直接就待到天黑了 到了天黑以后啊 这剩下的是 小卖部人说的 没人知道 那后边还有人呢 小卖部这会儿 应该就结束营业了 正在关着大门的时候 忽然间就听到 从这个花园后边控厂 传来尖叫声音 老板当时一看着干嘛 还有人没走吗 一开始听着 像是同学吵闹的声音 老板没当事 就朝着后边走去了 一边走着 老板还问是谁在后边 可是当老板走过去之后 这一瞧啊 只见当时 三四个男孩 两三个女孩抱在一起 远远的拿手指着远处 一个破树蹲的旁边 老板这一瞧 这几个孩子干嘛了 让什么东西吓着了 马上就说话 哎 什么东西 叫什么呀 老板这么说着话 也朝着他们指着 树蹲边看去 只见这树蹲的边上 这仙鸡还没看见 什么东西了 老板再仔细一瞧 就发现在树蹲子和墙的边上 蹲着个女孩子 这女孩子穿的不是校服 这学校管的是非常严的 穿的全是校服 这女孩穿的是一个裙子 不但啊 穿着一个裙子身上的衣服 还非常单薄 这会儿刚开学不久 大家都知道开学的时间 刚开学一个来月那会儿 山东的天气还是很冷的 哪有穿着这样上学来的 老板当时啊 像个二愣子似的 就要朝着树东边这女的大喊 谁 这谁字刚喊出来 旁边的这几个同学 一块就把老板拿手挡住了 而且做出来这手势非常明显 意思就是说 你别出事 老板这会儿还插上腰了 自己还气势汹汹的 在那儿就说 什么别出事 这是干嘛的 你们怎么还不走呢 就这话老板刚一说完 只见蹲在那儿 树桩边上的这个小姑娘 一下子就飘起来了 可是大家别忘了 那姑娘可是蹲着的 从涛到尾一动没动过 双手抱着膝低着头 就这么一个 身高一米无几的小影子 就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 飞起来了 我的天哪 老板这会儿反应过来了 要不这几个孩子害怕呢 我操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老板这会儿也不敢大声说话了 声音特别小 一边骂着脏话 一边 赖着旁边这一堆孩子 就赖着这一片破烂烂的东西 侧边去了 等于 刚才半飘在空中的那个小姑娘 就不在他们视线中 老板这会儿蒙圈了 特别小声音 也不像刚才胆子这么大了 开始问这几个同学 那是什么呀 什么时候在那蹲着的 他什么时候来的 这几个孩子人家知道什么呀 都吓得不行了 其中女生早就已经吓哭了 男生吓得小脸煞白煞白的 老板一看这不行了 拉着几个孩子 就回小卖部去了 回到小卖部 几个人稳定了半天的神情 老板就问孩子们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把他招来的 他什么时候来的 孩子们不知道 只是一直告诉老板说 说 在您还没来之前呢 我们学校里就有人传过 说在我们好多届之前 这片破平房 之前是个三产工厂 说里边有个工人 弄死了一个我们 跟我们差不多大的一个小姑娘 是这学校的学生 后来这男的也枪毙了 但是自打那开始 这片破工厂 那个原工厂的老板就不租了 所以说呢 这房子一直空着 因为好多人都说那让鬼 哎呦 老板当时听完麻了 我怎么不知道 几个人接下来啊 又在他这个小卖部里啊 缓了半天 最终老板告诉了几个孩子啊 你们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 而且呢 还拿出了点好吃的 犒劳这几个孩子 意思是 别再乱传了 并且更重要的是 千万别说 昨天晚上在这 瞧见什么东西了 也就是说 此时老板开始 顾忌自己的生意了 但同学们 朋友们 小时候谁都经历过 除了这事 当时在场的六七个人 您觉得有 透不出风的墙吗 合着转过天来啊 可能还没低堂课下课了吧 这事在学校已经传开了 没出三天 那小卖部啊 没人靠近了 这件事后来 何亮各种调查过 其实何亮是了解 整体故事事件的 但是没跟家里人说过 何亮说 后来啊 我出生高的时候没考好 我妈本想让我留在原校的 但是 我实在是考的太差了 学校不要我 我当时还拿这个事 给我妈说说字了 我当时告诉我妈说 妈 这个 我们需要不上野吧 其实挺好的 你知道我们需要闹鬼吧 我不跟你说过那小卖部吗 这我可不是变的 我们同学全都知道这件事 连我们老师都不靠近那点地方 你知道我们学校出过多吓人的事 在我们没来这学校七八届之前呢 内地界是专门做齿轮的一个小工厂 然后他们出货的时候呢 都得用到那种小木箱子 工厂里边有一个常年住在这的一个工人 这工人是个单身汉 这工人由于单身久了 人可能是难受 就盯上我们学校的一个女学生 后来啊 连哄再骗 把这女学生骗到工厂 就把这女生给那个了 但是这女生反抗 或者是要把这事说出去 就让这人给杀了 杀完之后 这人你知道多缺德吗 把这女孩给钉到一个小木箱里了 钉进去的时候 人是拳着腿的 整个定成了一个正方形 那小木箱子 现在我们学校那边还有剩下的 特别小 除非把人折叠上才能放在里边 由于当时出事的时候是冬天 后边好长一段时间呢 都找不着这姑娘 虽然后来这姑娘找着了 找着完了把那工人枪毙了 但是从那开始 我们学校那小三厂工厂 就开始闹鬼了 到后边啊 到了年底时 人家老板都不敢租了 你说我没考上这学校 其实也对是吧 妈 何亮他妈呀 当时在边上一听着火蹭就上了 啊 你考不上学校 你还怪什么学校闹鬼 呵 这缺德孩子 你是真会给自己找理由啊 何亮当时一看 没忽悠住他妈 怎么办呢 这 马上就告诉他妈 妈 你你先别急 你别又拿一架打我 我告诉你 我绝对没有胡说 要胡说之后 那小外部不会那么长时间就倒闭了 还有就是 我们学校六七个同学 还有那老板 都看见那女孩啊 的一个影子了 而且那影子还能飘到天上去 并且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木箱子的事 他们看见的那个女孩 就是团成一个方块的 何亮给他妈说完这些话 他说 我妈属于平时啊 装着厉害 实际上是个温柔的女人 连我妈当时听完 就跟我正着着急了 都傻了 甚至隔了这么两三分钟 我妈消了气了 开始问我 你给我讲讲 到底什么事啊 其实说实话 我的确是听过你们学校 有人传过这件事 你觉得这世界上 真有鬼吗 好了 同学们 这故事给大家说完了 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那女孩抱着腿 低着头 哎呦 像个小方块似的 飘在空中了吧 那女孩动不了啊 因为临走的时候 就困在木箱了 哎呀 行了 那咱这第一个故事 咱就算完了 把这个上一个故事的味 缓过去 因为咱接下来的故事 更加精彩 讲述的是另外一件事 我要不给您缓和一下 下一个故事 您不是听不进去吗 不是 那得了朋友们 言归正传 咱马上给大家讲 咱们接下来这期 关于校园 吓人的故事 咱们接下来这故事 讲述的是一所大学 一所华北地区的大学 但是咱接下来 这故事的讲述者 不是个大学生 可是是住在大学里的 不知道您听没听得懂 就是说 他家住在大学里 但他不是大学生 那您可想而知 这所学校得多大 这大学里边就教职工宿舍 就得有咱们正常小区 三到四个这么大 而且这宿舍还分为A座B座 您算算 这是多有名的一所学校 他从小啊 大概他说五岁那年 就跟爸妈搬到学校里边住了 爸妈都是学校的老师 可是他学习啊 常年是年级名列倒数前十的 可是他说我真的是打小 在这种超一线大学环境中长大的 但是啊 这都不是重要的事 重要的是 就我这大学虽说是超一线的 但是我们这学校 就打我记事那会儿去 就没有一个人不传 这学校闹鬼的 甚至现在网络上的好多主流案件 什么分尸啊 什么吓人的一些事啊 全都是我从小居住的这间学校传出去的 就我们学校所在的这个城市啊 没人不知道这学校的传说的 学校历史悠久 而且是个巨大的名牌 所以说后边的整个故事中 咱们是不能提到学校的 那咱接下来就开始给大家说事了 他这学校啊 在网络上的传闻海了去了 什么湖里边 什么这个那子呀 还有就是什么什么分尸案呢 我其实再说大家都知道是哪了 没意思了 但是咱们这朋友提供的这件事 和网上传的这些东西没关系 咱们这朋友说 他说我有个独家的事 这事算是我的一个经历了 我小时候的这个学校啊 和现在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我的记忆中 那学校翻修过三次 我小时候在第一次翻修之前 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学校是什么样子 很小很小那会儿啊 就在我们教职工宿舍边上 有这么一个小运动馆 这运动馆可不是您理解的那种 现在都是大玻璃罩子罩着 特别漂亮 就是个破房子 平房 房子呢 而且是拿那种石灰瓦板做的 特别大 一共通着六间房子 中间有格山 为什么我说它是运动馆呢 由于它从外边看 已经破烂不堪了 里边什么设施都没有 但是你只要进到 那破旧的平房里边 你会发现有一张张的 那冰邦球案子 所以说 在我从小的印象中 我们教职工宿舍后边 那片破平房 应该之前的前身 是个小运动馆了 那这时候咱们朋友们就好奇了 你这么破的一个破平房 听你这意思 那地儿挺烂的了 你小孩你老上那玩去干嘛呢 你家不管你吗 我跟您说 我打我记事以来啊 那片房子就没人待过 门口都长满了稻草 那整个那房子里边 是什么都有 都破烂不堪了 但是呢 小孩不懂事 我大概 八九岁那会儿吧 我就一直认为 那运动馆里边 是有人打平房球的 因为我家当时住的那房子啊 后窗子刚好对着这运动馆 小时候打我记事以来 一到了夜里啊 反正时不时的 一个星期可能得有两三天 我都能听到那运动馆里边 有人在运动打冰房球 不只是打冰房球啊 还有别的声音 而且呢 不是一个人 至少在三五个以上的 所以在我小时候的定义中啊 不只是因为那里边 有破冰房球案子 我一直认为 那就是个运动馆 到了八九岁吧 我呢 其实对那地儿 没什么好奇的 就是个破地劲 但是呢 由于这周围没什么玩的 我不知不觉的 就走到那边玩去了 这也算是我第一次 看到这地方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这才知道 不对啊 怎么一到了晚上 就有人运动 这白天这环境 怎么这么破旧不堪呢 这是什么人 脑子长了多大的包啊 来这么个破地方 打冰房球了 晚上还跳来跳去 叽叽喳喳的 也就是说我小时候啊 没心没肺到什么地步呢 事发展到这 其实已经很神秘了 但我还没走心呢 只是再到了后边 我忘了是几岁了 一次跟我爸的聊天中 我爸本来是想制止我 让我别对那块地儿 产生好奇的 可是我爸的这忽然变样的态度 算把我给提醒了 我从这次跟我爸的聊天中 我已经下了定义了 后边那片房子 一定是有什么事儿的 那天呢 我问我爸 啊 那个 那晚上咱们家后边那片 铺房子里 怎么老有人跑来跑去的 还有人打球 那破地儿都破成那样了 还能打球吗 要不咱俩那天打乒乓球去吗 我爸呀 跟我说这话之前呢 刚刚还跟我聊着好玩的事儿 一听我说这个 我爸俩大眼瞪就瞪起来 啊 什么 你这听谁说的 别胡说八道 哎 我爸的表情变化对我打击很大 我说错啥了 爸 每天晚上都有人去打乒乓球 没人跟我说我听见的 我爸那表情变化更大了 脸开始扭曲了 朝着我是满脸的疑惑 但是 没问出什么了 可是当时作为一个小孩的我呀 就打这天跟父亲对话这事儿开始 我就对后边那点地儿 完全产生好奇了 我没事儿时 就会上那边看看去 当然晚上我是不敢去的 那地儿挺吓人的 白天时我经常去瞧 也没见有什么人来过的痕迹 我心里边有时就在想 谁没事晚上上这个地儿运动来 等于啊 在这片房子拆迁之前 到了我快十一岁这会儿吧 我对这地儿只是抱以迟疑 而且时不时的到了晚上 还是听见里边有打球的声音 我其实多次从自家窗子往里边看过 但是什么都看不见 可是这声音听着 可是清清楚楚的 这样的日子 伴随到了我十一岁半 我其实没有太害怕过 就是觉得挺奇怪的 可是到了十一岁半这年 夏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 改变了我所有的态度 十一岁半这年算是 我们学校第一次正式的整修 进行内研的装修装饰 把学校一些残留下来 不用的设施全部拆除掉 扩大学校的可建筑范围 当时大概应该是 动工到两个月的时候 就拆迁到我们家后边的这体育馆了 施工队来的那天 我都特别记得清清楚 因为小时候小爱看大吊车什么的 特别爱看这些机械 我趴在窗子上啊 施工队是下午三点到的 也就是就是动工拆迁的第一天晚上 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爸妈还在那吐槽了 说你看看这施工队啊 他们也不管不顾 咱们也睡不了觉 我听他们施工队说 今天晚上干活得干到十一点 说是不能停 停下来的话呢 他们拆的东西不能拆一半了 说明天就不打扰咱了 老师啊 其实都挺敏感的 特别呢爱安静 触动他们一点这些事情 老师就挺不高兴的 所以说那天晚上我爸妈的聊天 我都是记忆犹新的 但是最让我永远忘不了的 不是我爸妈这次聊天 而是施工当天晚上 发生吓人的事情 这天晚上说句心里话 我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我不可能一个小孩 跑到施工现场去 但是到了晚上干活 干到十点半左右的时候吧 忽然间本来刚刚只能听到 机械和夯地的这些嘈杂声音 我躺在我自己的床上 就听到整个工地忽然像暴乱似的 干活的工人呢 大概有这么二三十人 一下子这工人们全都大叫起来 那叫声嘈杂呀 没法形容 鬼哭狼嚎的 就好像这工地出了什么事了 我睡觉的这间小窗 刚好是对着我家后窗的 当时把爸妈也给惊着了 工人们这一闹 没这么两三分钟 爸妈就从屋里的床上起来 全都奔我这屋的后窗 朝后边工地看 一开始这工地是特别特别的混乱 听不清楚他们说的什么 但明显能感觉到出了吓人的事了 可是等到了后边 大概隔了这么两三分钟 平静下来了 我们可是听这些工人说话 清清楚楚的 首先工人们大散门 再加上夜晚安静 还有我家住在四楼 什么都是能听到的 我们在楼上就听到 下边的工人们说 你刚才还看见那里边 是什么东西了吗 我的妈呀 咱们那里边有几个 发光的东西啊 在那站着 你没看见吗 我看见了 看见了 看见了 这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呀 这地方怎么闹鬼呀 这工人们的对话呀 当时特别操杂 但是我敢保证里外里 说的都是这点事 这下边二三十个人 就连施工队的明显 穿的衣服都不一样的领导 都吓得跑到外边来了 把那推土机呀 用的工具 全扔到了工地里边 一大群人站在我们这楼下边 在那大声喧哗着 所有人嘴里都称 那里边闹鬼 没人再敢进去了 这件事转过天来 一下子在整个学校就闹大了 我们这个后边的那片体育场 等于拆了一半 就放在那没有人管了 可是大家千万别忘了 我家还住在这儿了 那天晚上说的所有的话 我听得是清清楚楚 这会儿我爸可没法给我解释了 当时我就缠着我爸妈呀 我绝对不睡我这屋了 我楼下闹鬼 我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他们说的 我说之前我老顶见 有人打乒乓球呢 这回我全明白了 爸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呢 我不管 你们搬这屋来 这房子 这屋我不住了 爸妈也不知道怎么哄我 怎么给我解释 而且能看得出来 我爸妈也害怕了 从那天开始 后边 我全是在我爸妈那屋睡的 我那小屋 我可能得有两年 都不敢再睡觉了 因为那窗子 对着后边的那片空场太正了 抬头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再到了后边 隔了可能有这么十几二十天吧 实在记不清了 这件事慢慢的都淡了 我呢 也害怕 也没这么害怕了 当时我一个人呢 周二下午 没课 一点多放学就回家了 到了家之后呢 吃完饭呢 我自己就在那写作业 爸妈呢 中午做完饭 就回去各自课堂上讲课去了 我这儿坐着半截作业了 正在那儿认真看书 忽然间就听见 楼下传来了吹吹打打的声音 特别嘈杂 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奇怪的声音 大家别忘了 我不是在老百姓的生活圈长大的 我是住在学校里长大的 这是干什么的呀 怎么又吹喇叭 敲鼓的声音呢 马上 我就吊吊吊地跑到我小房子 朝着后院敲去了 因为是白天 我这会儿是不怕的 我朝楼下一看呢 就看到一堆穿着黄袍袈裟的人 可能得有十几个人 每个人手里拿着各种乐器 这手上还撒着各种奇怪的前纸什么的 不认识 小时候我真不知道那到底是在干什么 然后这一场队人在后边手舞足倒着 前边还有个黑衣服的人领路 嘴里边说的是什么听不清楚 但是喊得挺大声的 带着这一行人 就奔着后边那体育场 废墟里边去了 再往后边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因为树太密全挡上了 又隔了一会儿 就听见鞭炮的声音 现在啊 我都还记得 那天下午 小时候对鞭炮特别敏感 因为过年都想放炮 我那会儿 在上面我就心疼啊 我的天哪 这炮足足放了一下午 这得是多少万想啊 这些炮药拆开了 让我一个一个放 我这等过年是放一年 也放不完呢 你说我家这后院 这出了什么事了 好了朋友们 这故事给大家说完了 不行了啊 实在是不行了 累死了 就怕讲这种故事 我别管抢的好不好 我这膀子力气 得给大家使出来 所以说这种故事啊 我会选择一些画面感极强的 叙述性极强的 甚至带有年代感的 所以说这些故事录起来 是非常累的 好吧 那咱们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这都太晚了 一直这听我白货 大家该睡觉了 下期节目呀 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一期一期的笔记精彩 所以说您一定要保持收听 最后还是咱家那句老话 记录身边灵异 讲述世间传奇 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